他联系主持了13届春晚 是当之无愧的央视一姐 却在留下8个字后告别春晚 他嘴上爱国却负美生子 被网友痛骂 实名双标 在一次节目中 他甚至对狗下跪留下难以抹去的黑历史 他离开前留下哪8个字 他又为何对一只狗下跪 奇谈在哪我在哪 我是人间各自精 本期孤见奇谈就和大家一起走进 央视一姐懂清的传奇人生 1973年 董卿出生于上海市甲北区 他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 因此在他小学后 父母就得对他要求颇高 甚至可以用颜柯来形容 6岁时 董卿被父母送到安徽淮北念书 由于基础打得好 他只用了4年就完成了小学课程 记录了初中 他的父亲有一句名言 马铃薯再想的打扮也只能是土豆 有照镜子的力气 不如多看几本书 除了要求董卿成绩优异之外 父亲还要求女儿有了强劲的底部 每天早上他都会把董卿叫起来 让他去操场跑个一千里 多年后董卿回忆道 整个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在看着我 我感觉自己特傻 每逢暑假时 父亲为了让董卿领拜自食其利的重要性 还将生把董卿送到朋友那边去打工 让他自己涮零花钱 可以说为了培养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女儿 董卿在那些年啊 失尽了骨头 父母俩也因此有了深深的隔阂 之后董卿又跟随父母来到了浙江嘉兴 进入了嘉兴一中 但在这里 董卿发现自己对表演有着特为容厚的兴趣 正处于叛逆期的他 常常以补课的名义偷偷出来参加文艺活动 因此在毕业后 董卿就不顾父母的反对 执意抱好浙江艺术学院 为此 妇女俩大吵了一架 但在火车站送别时 董卿却第一次在复兴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柔情 那年春节 董卿回到加州和父母团聚 一学期未见的妇女俩在桌前久久无言 最终 他的父亲低下了头 对董卿说 对不起 这些年我对你太严格了 你能原谅爸爸吗 这一刻 这对妇女终于兵释前线 通过自由后 董卿彻底卸下了身上包袱 正是开始了自己的传奇之路 大学第一后 董卿被分配到浙江省话集团 当一名演员 但当他以自己以为终于可以进行表演时 就嵌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那就是没戏可拍 没有戏拍就意味着没有收入 正当董卿为这件事苦恼时 一位朋友找到了他 这位朋友准备考主持人证 但一个人有些紧张 就邀请董卿一起去试试 没想到这次考试成为了董卿人生的转折点 他仅用了一次就通过了好河 成为了这两种电视台的主持人之一 几年后董卿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上海 在东方电视台工作了一段时间 他主持的相约星期六 一度成为上海人最喜欢的节目之一 这段时间里 他不仅一直学习主持和编导 还操控在华东师范大学进修 并在2002年时拿到了硕士分屏 也就是这一年 董卿正续加入了中国传媒界最高电堂CCTV 当我们在评价一个主持人的好坏时 除了看他的仪态和通话是否标准外 他有一个标准 那就是名场的幻影能力 何景和几次神救场 一直被网友们奉为主持人的教科书 汪涵的黑色积分中也是让人们津津乐道 但他们与董卿的这次救场相比 也只能算是小屋见大屋了 2007年的《中国儿情》元旦特别节目上 董卿正准备好的台词填补着0点前的最后几分钟 感觉在这时 总导演却突然告诉他 节目出现了两分半的动荡 你想办法补上 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 董卿表现出了极强的共享能力 他有条不紊地调整着自己的语速 并将节目逐渐引导到了正位上 感觉在这时 董卿却又收到一条警报 总导演告诉他 不是两分半 是一分半 收到提示后 董卿赶紧调整自己的语速 也开始准备自己的结束 然而 就在他开始发表结束的词时 就再次听到了来自总导演的警报 他告诉董卿 不是一分半 还是两分半 但董卿原本准备好了台词 已经介入了尾声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到了可以用排比具来拖延时间 于是 他拿起话筒 震惊自弱地 走到舞台中央 用欢乐的笑 感动的泪 吩泼的苦 等一系列句子 组成了一段震撼人心的结束 完美地完成了这次主持人的任务 那在这里我只能说 无论今晚 还是明晚 还是今后的每一天 我们所能做到的 就是尽心尽力地 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 去做出最好的节目 来回归给你们 为你们带去更多的快乐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在我们的彼此问候当中 在我们的期盼当中 2007年 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 通过这次表现 董青一战成名 而他的这段神级旧场 也被誉为金色三分钟 此后 他又成为了春晚主持人 并遗上就是十三届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春晚长青树 每当除夕夜 一家人团聚时 我们总能在电视机里 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但就在2018年 春晚的主持阵容里 突然少了董青 一时间只是成了热门话题 文书网友高喊 爷清洁 那么董青去哪了 为什么不组织春晚了呢 几天后 董青的官方团队做出火影 时间和精力有限 专注于享受的节目 会失去一些东西 就像过去十三年的 主持春晚 没有办法回家过一年一样 所以说 董青并不是遭遇了什么故宫 他只是回家 陪伴自己的家人吧 最后 董青也用了八个字 来整结自己春晚主持的生涯 我真的用尽全力 而这八个字 不仅是他对春晚的告别 也可以看作 对他做多年主持生涯的准结 无论是在中国诗词大会上 富有诗书七字华 或是老读者中 气质美无蓝 才华富比仙 都让大家对他佩服不已 是当之无愧的 杨诗一姐 但作为保持好朋友的一姐 却也曾在节目中 卑躬屈膝 三次下跪 更是留下了 职业商业中最大的黑历史 那么他为何下跪 又为什么会饱受争议呢 董青第一次下跪对象 训名武警 他曾在任务中受伤 导致腿部截肢 因此只能在文语上参加节目 董青看后 毕竟半跪在武警身边 与对方保持平视 他这小小的举动 既表达了对武警的尊重 更体现了自己的教养 让人忍不住为他点赞 而他的第二次下跪 则是在开学第一课中 当天邀请到的是 我国著名的翻译家 许渊冲先生 考虑到许老的年纪比较大 节目组在舞台上准备了椅子 让许老坐着演讲 而董青则半跪在许老身边 静静地聆听许老讲述他的故事 而董青这一跪也备受称赞 还被网友称为 汇出最美的中华自豪 他与前两次相比 董青的第三次下跪 却显得不是那么一面了 因为这次 他竟然对着一只狗下跪 此事一出 立即在网上掀血了轩然大波 许多人甚至发出了 董青见谁都会的声音 让他原本光鲜的形象 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在之后 董青又被人爆出 他妇美生子的消息 而他的回应 更是打破了大家对他的好印象 让他跌落了神坛 董青之前多次 在节目中倡导大家又热爱祖国 不要忘记我们之所以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 都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在开学第一课里 更是用骄傲的语句告诉年轻的一代人 要热爱五星红旗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爱国人士却爆出富美生子的传闻 这不禁让人开始怀疑 难道他之前的形象都只是苦心精灵的人设吗 很快董青就做出了回应 但他的回应不仅不能平息网友们的怒火 反而让大家更加反感 原来董青的解释是 我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这么看来 在他的眼中 中国的教育就比不上美国的教育吗 之前他所说的热爱祖国 原来都只是空谈吗 这样台上说一套 台下做一套的行为 也让网友们给他冠上 词宁双标的称号 与董青相比 同为主持人的吴忠献 即表现得与他截然相反 吴忠献既是综艺天王 也是周杰伦的伯乐 但在我们的印象里 他的私生活一直比较混乱 但就是这样一位风流天王 在爱国这件事上 却表现得让人佩服 在他还在酒吧注唱时 就曾因为演唱爱国歌曲 遭到观众围殴 但他却不管不顾地 继续坚持表演 让那些闹事的人 拿他毫无办法 成名之后 他也多次在节目中发表爱国言论 例如 侮辱中华文化就是不行 我们中国人也不是简单的人 这个鸡一点都不能少的 本来他们给我一个鸡 面具 这个鸡呢 其实呢 跟我们中国的版图是很像的 一点都不能少 之前在蒙面唱将猜猜猜猜猪中 更是投选了一个龙头面具 表明自己是龙的传人 以微博上某些只转发一些标准丸的艺点们 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归根结底 所谓爱国不能只平衡在口头上 更应该体验在行动上 无数根源先例 不畏牺牲 为我们带来了和平年代 如果我们出生于这个地区 是否还能像现在比安逸呢 而无数科学家 辛勤专严 为了我们提供富足的生活条件 例如 杂交水稿之父 袁隆平先生 如果没有他的研究 试问如何才能养过我们中国14亿人口呢 如果没有无数医护人员 不顾辛苦的在一线抗疫 我们又如何能够像现在这样 以平常的心来面对新冠呢 视频最后 希望大家学会能够感恩祖国 感恩每一位为祖国富翔而奋斗的人们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对于董卿的行为 你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的朋友也别忘了关注点赞转发三连一下 这里是孤建集团 我们下期见